MaiYu 辛苦了 辛苦了 您到着的電車是 吾米田 新穂坡方面 哈囉大家好我是曼曼 今天也謝謝你點看我的影片 最近氣溫真的太冷了 所以一直在網路上瘋狂的尋找 好吃又有質感的火鍋店 駅から走 現在我們走著 走著 現在我們走著 這次我們來到了梅田 想要去吃一家 從之前就一直很在意的 黑毛和牛 還有國產牛的火鍋吃到飽 今天要吃什麼嗎 我還不知道 最近又冷又常下雨 都感覺自己快要變冰塊了 新梅田濕道街的章魚燒 每一次經過的時候 都排隊排超長 大家有來吃過嗎 一邊欣賞著梅田夜晚的景色 一邊慢慢散步 前往今天要去的火鍋店 這一次分享的店 在這一條板機東通商店街裡 商店街 板機 東 東東 東東商店街 每天這裡的商店街 每天只要一到了晚上 總是特別的熱鬧 這裡充滿了各種不同風格的居酒屋 每一家店的外觀 不僅也都有自己的特色 各店主打的美食 也都大不相同 不僅是在地大阪人 聊天喝酒的好地方 也是周圍的上班族 紓解壓力的好去處 也有很多日本不同縣市的特色料理 如果沒有特定店家的話 應該會猶豫滿久的 因為每一家店都看起來很厲害 看著兩側七彩繽紛的燈光 聽著街道上的人 開心的聊天打鬧聲 能夠悠哉的享受著 到底日本的夜晚街道 商店街一直直直往前走後 會看到一間 看板上大大的寫著 無料按耐手 然後左轉 很快就可以看到 今天要去的火鍋店 這間店叫做No.8 今天對方的客人給我的 特選麵 謝謝 好吃嗎? 很好吃 超愛 超愛? 超愛? 啊送啊 他有名的點心在台灣 他有名的點心在台灣 沒有人知道 啊送你? いただきます いただきます 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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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呢日本語是這個 對嗎? 嗯 嗯 嗯 好吃 謝謝 超好吃 超好吃 謝謝 這間店就隱藏在 環校生不斷的 大人街道中的一條小巷弄 對 看起來一棟老舊的公寓 這是什麼? 搭乘這裡的電梯前往三樓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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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好吃 除了電梯看到周圍後 還以為自己是不是走錯洞 就在感覺有點年代感的樓梯旁邊 有一扇大門 微微的亮著一點光 就是這一間 No.8和牛火鍋壽司吃到飽 入口的大門也很特別 在開門之前 完全看不出來這是一間餐飲店 店內的裝潢 有點韓式風格的感覺 除了桌子的座位以外 還有四間飯包廂式的座位 從入口一進來後 馬上就會看到眼前的青菜區 這家青菜的部分 都是自己自取 青菜的旁邊也有醬料區 有清爽的 也有種口味的 種類很多 可以依照喜好自行取用 上面也有提供芝麻 以及其他的粉味調味料 旁邊的半包廂座位 應該都是留給兩個人以上 多人數的聚餐 兩人的座位 是這一種兩張桌子合併的空間 很寬廣 一入座後 夫人員也會先確認 預約的內容有沒有錯 以及說明店內的規定 這間店總共有14種 不同的湯頭可以選擇 這間店總共有14種 這間店總共有14種 不同的湯頭可以選擇 這間店總共有14種 不同的湯頭可以選擇 好規矩 在開吃之前 總之先點一杯飲料乾杯 下班後 拖著疲倦的身體 喝到的第一口炭酸酒 今天工作真累了 所以要喝酒 真好喝 店員會先送上湯底 我們選擇的是 淡淡芝麻湯 還有清爽的鹽味柚子湯兩種 過了一下 一開始的菜盤 還有肉也跟著送來了 所以先會送上兩大片 黑毛和牛的牛腰肉 還有簡單的一小盤蔬菜 我們這一次選擇的目錄是 所有肉類加壽司吃到飽 其他也有很多不同金額的內容 可以選擇 因為這一次一杯也一起來了 第一波的點餐 直接就點了八種壽司 種類很豐富 有和牛壽司 也有海鮮壽司 點完餐後 在等待上菜的同時 來煮今天的第一片肉 因為肉片太大一片了 再加上切的有一點厚度 要蒜豆全熟的話 可能需要一點時間 但是煮熟了之後 滿滿新鮮牛肉的香氣 加上肥瘦完美的比例 吃下去的第一口 真的是讓人驚艷的柔軟 很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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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嗎 第一次吃到牛腰肉 沒想到原來這麼好吃 超級幸福 這一次選擇的吃到飽套餐 除了黑毛和牛的牛腰肉以外 其他還有很多種肉類可以選擇 但是多數還是以牛肉類為主 很香 香嫩又柔軟的口感 相信只要愛吃牛肉 愛吃火鍋的朋友 一定都會愛上 有些種類 點一次就直接給兩罐 而有些只會來一罐 頁面上也都有標示 選擇自己喜歡的種類 以及吃的晚的量 原本想說他們家壽司的味道 可能會普普 不管是海鮮壽司 或是半熟的炙燒壽司 每一種色澤都很漂亮又新鮮 雖然覺得新鮮又好吃 但是米飯類的東西 吃多了還是容易飽 其他也還有很多東西可以吃 只是這一次點的吃到飽種類 有加壽司跟沒加壽司 只差了1000日幣 不點的話又覺得很可惜 現在很多店都已經是掃碼點餐了 雖然也有照片可以參考 但是頁面只有日文 想看中文的話 只能用Google網頁翻譯 只是有一些內容 可能翻譯後會有點奇怪 點菜一次可以點到4樣 再加上這間店的青菜類 又都是自取的 可以盡情的報吃 菜單內的品項 所以我覺得他們家這一點做得很貼心 所以我覺得他們家這一點做得很貼心 點一堆肉類的話 店家都是一片一片疊在一起送過來 第一次看到這樣的擺盤方式 而且這裡的肉品選項 居然還有包含牛熟 覺得蠻驚訝的 因為在火鍋店裡很少看到 這樣子用蒜的方式 感覺逼出來的油都留在湯底 跟燒烤比起來 吃起來味道稍微淡一些 但是相對的口感也比較清爽一點 青菜吃完了 也可以隨時來自行補菜 想吃什麼就拿什麼 可以依照自己想吃的量夾取 比起手機上下單 我還是比較喜歡這種自助式的 忘記旁邊還有醬料可以裝 我們裝了麻辣跟蒜味的兩種 蒜味真的很蒜 裡面滿滿的蒜頭 另外這一家店 除了肉類、壽司都很厲害以外 每一道下韭菜也都完全不馬虎 第一道點了這個鹽味炸蝦 一盤當中也參雜著幾片蝦餅 炸蝦是那種完整帶頭的蝦子 客人點了之後現炸 外酥內軟的口感 不僅可以吃到新鮮蝦子帶來的鮮香味 加上整體剛好鹹香的調味 跟碳酸飲料很絕配 接著是我超愛的鮪魚泥 這一道原本是義揮家點的 拿來吃一口了之後 發現真的太好吃了 鮪魚泥的口感 新鮮柔軟又綿密 簡單的加了一些醬油以及蔥花 完全讓人停不下來 結果最後不小心被我吃光了 立馬決定還要再點一次 這裡還有販賣雞刺身 是使用鹿兒島激染的雞肉 聽說鹿兒島那邊從很久以前 就有生吃雞肉的習慣 在大阪的居酒屋裡 有時候也會看到雞肉刺身 但是食物中毒的事件 也是很常看到 如果很在意的朋友 可以略過 這個部分要自己考量一下 這一道鹽烤釣魚頭 也很好吃 他們家除了主打的火鍋 還有壽司以外 再品嘗其他的每種料理 都可以感覺得出來 這裡是一間很重視調味 還有口感的店家 每種都很用心料理製作 為了想要把他們家的 每種品項都吃過 還特意要去吃了第二次 因為真的太好吃了 每種放體的金額 這些小菜都可以無限吃 這個鯛魚很軟也很好吃 必點 嗯 美味 我們之後也點了海鮮丸子 還有牛小腸 夾進口鍋裡一起煮 但是牛小腸很肥 一煮下去 整個湯變得超油 雖然很香 但是吃一兩個就差不多了 這一些是我們第二次來的時候 一回點的壽司 一回點的壽司 小腸 小腸 對你水流的海鮮 我很感幸福 你拿個好 小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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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雖然說這家店各方面都很推 但是最後還是來分享一下 我來用餐時感覺到的優缺點 首先最推的就是 他們家這個跟臉一樣大的牛腰肉 一吃真的會馬上愛上 另外就是 以有時間限制的吃到飽來說 點餐時 一個人一次可以點到四種 算是很大方的一個規定 製作的青菜區域也很加分 如果我不太敢吃牛肉的話 這裡所有的東西也都可以單點 能夠依照自己的需求去做選擇 還有一些比較不方便的部分 這一家店也都是從傍晚開始營業 想吃中午的時段 只有六日 還有日本的國定假日 還有一點就是 雖然這一家店也很適合帶小朋友來吃 但是周圍的街道以及氛圍 都比較偏向於大人的世界 如果是帶著小朋友的巴巴巴嗎 可以自行考量 最後一個人只能點一次的冰淇淋甜點 你怎麼了 不舒服 不舒服 你吃太多了 吃太多了 我不舒服 你吃幾個壽司 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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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概20 很飽嗎 很飽嗎 很飽 很飽 那這一次的影片就先到這裡啦 今天也謝謝你的收看 我們下次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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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